天才音乐家 莫扎特 沃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 1756年1月27日至1791年12月5日 是一位天才音乐家出身于奥地利 他的音乐才华在其年幼时就表露无疑 四岁时莫扎特学习钢琴 并已经开始作曲 随后他的父亲便开始安排他四处巡回演奏 在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巴兰克福等大城市表演 因为受到各地的贵族、皇室人员及主教的欢迎及赞誉 莫扎特开始声名大噪 1764年时只有八岁的莫扎特已经完成他第一首的交响乐曲 12岁时莫扎特已经写下了一部歌剧 莫扎特在维也纳居住的数年间 花了不少时间钻研巴哈和韩德尔的音乐 同时写下了许多成功的作品 例如著名歌剧 比大调钢琴鞋奏曲 作品编号450C小调米萨曲等 1791年莫扎特在他36岁生日前戏辞世了 莫扎特在世虽然短暂 但他留下的作品却超过600件 包括大约40多首交响乐 5首小提琴鞋奏曲 27首钢琴鞋奏曲 其他乐器的鞋奏曲 18首弥萨曲 未完成的安魂曲 著名歌剧 30多首小夜曲 是乐及钢琴奏名曲等 著名的音乐家海顿是莫扎特的好朋友 曾经赞许莫扎特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音乐家 莫扎特的作品也被广泛视为古典音乐的典型 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想看更多更新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